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甘江墨爷的故事 甘江墨爷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 在很多书中都有记载 不过将甘江墨爷这个故事描写得最为精彩的 那就要算搜神记了 搜神记中的甘江墨爷又名为三王墓 这个故事的关键词是 祝贱、弑君、复仇 听起来很刺激的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吧 楚国的甘江墨爷夫妇给楚王铸造宝剑 三年才铸成 剑有雌雄两把 甘江对妻子说 无为王作剑 三年乃成 王怒 往必杀我 我替楚王铸剑 三年才铸成 楚王生气了 委屈 他必定会杀了我 在妻子的眼泪中 他接着说 如若生子是男 那 告知曰 楚虎往南山 松在石上 剑在其背 你如果生下的是个男孩子 等他长大了 你就告诉他 出门望着南山 剑松树长在石头上 宝剑就在树的背上 于是 甘江就只带着一把雌剑 去见楚王了 楚王果然杀了他 多年之后 墨爷的儿子长大了 他的名字叫做赤 叫做赤的孩子 听了妈妈转述给自己的话 出门向南边望去 不见有山 只看见堂前有一根松木岩柱 立在石柱上面 儿子用斧头劈开岩柱 得到了剑 他日思夜想 要向楚王报仇 恰好 男孩儿便将一切告诉了他 侠客道 文王购子头千斤 将子头与剑来 为子抱之 听说楚王悬上千斤 要你的脑袋 把你的脑袋和宝剑拿来 我为你报仇 男孩挥剑砍下自己的头颅 双手捧着 将头和剑交给侠客 侠客说 不负子也 我不会辜负你 男孩儿的身躯才倒下 侠客拿着头去见楚王 楚王十分高兴 侠客说 这是勇士的头颅 要在大锅中煮 楚王听话地照办 侠士趁楚王在锅边时 会剑砍下楚王的头 又将自己的头砍下 于是 大锅中有三颗头颅 在滚水之中 头都煮烂 分辨不出水是水了 于是 锅中之物分成三份埋葬 统称为三王墓 真是个壮烈的故事啊 这短短的一篇 干江墨爷 赌霸总令人心潮澎湃 故事中 最令人动容的 便是那份至诚与狭义 干江之子 听说山中侠客 要为自己报仇之后 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头颅奉上 这便是一种制成 而山中侠客 一诺千金 不惜一死 为人复仇的狭义情怀 更是令人心中激荡 这篇小说 如此生动地 诉说了一个 完完整整的复仇故事 栩栩如生地刻画出 制成狭义的人物形象 带给人心灵 深深的震撼 真是一篇神作呀 好了 这篇故事就讲到这里 快去做题 拿金币吧 那边 我找到这篇故事就讲到这里